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山口祖在日本很了不起,势力很大 不,你别忘了,这里是香港,香港是中国人的地方 中国人一定会占了中国人这一遍 你们的钱是收买不了我们中国 嗯,走了条 蒋先生不愧是红星历届最强化石人 面对亚洲第一黑帮山口祖的新近大老香山 他的气势明显压过了对方,能有如此气魄 得益于他在香港打造的商业帝国做资本 与香山发生冲突前的一个月 蒋先生与山口祖还处于友好关系 当时山口祖大老为向山父亲山本 此人与蒋先生有着十几年的交情 他们在商务上有着多项合作 当地最大的夜总会便是两人合力所开 一天晚上,蒋先生邀请山本父子到别墅做客 就在几人尽情观摩全赛之际 两个矛头小伙忽然闯了进来 为首家钱哥声称自家鱼塘被蒋先生的小弟偷赌 这话可把在场众人逗笑了 蒋先生在江湖上是何等人物 何必去赌你家鱼塘呢 一番调查才知市场误会 捉弄家钱的是黑道上一个小恶霸 两人之前在夜店结仇才有了鱼塘一事 在蒋先生亲自出面调和下 恶霸与家钱握手言和 而身为红星大佬的他 为什么要帮一个矛头小子呢 只因蒋先生在家钱身上发现了这个东西 修武军的 原来家钱与蒋先生出自同意军团 军队解散后他流落香港 白手起家靠着好勇斗狠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蒋先生深知落魄军人在此地打拼不易 随即邀请家钱两人加入红星 家钱与唐被毁没有去处 见蒋先生这么看得起也不做推辞 之后他和弟弟当起了夜店勘场 两人以为这差事非常简单 谁知第一天上班就惹了麻烦 因看不惯客人骚扰陪九米 耿直的家钱上前动手阻止 不想顾客是店内老熟人 蒋先生心腹阿东见状赶紧过来打圆场 出来混不能光靠浩勇斗狂 有时候也得讲究人情事故 一身蛮力的家钱显然不懂这个道理 蒋先生在阿东口中得知事情的起因经过 他让家钱改掉见义勇为的臭毛病 今后跟着阿东多看多学 这是一个电话打来传来噩耗 远在日本的好友山本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蒋先生听后连夜赶到日本替其吊咽 山口祖大佬去世 继承人自然是他儿子向山 这小子不同于父亲的谦和 他一向看不惯华人 更别说什么华人黑帮红星社了 一上位便向蒋先生施压 买下夜店60%的股份打算将其占为己有 他给了蒋先生两个选择 一是拿出5000万买回夜店 二是退休养老 一旁阿东不幸其余股东会将股份让给向山 但蒋先生看得很清楚 向山肯定利用了山口祖的名号 对股东们威逼利用 他知道这小子拿下夜店肯定是想做犯罪够当 为不让香港黑帮界被一个日本人搅混 蒋先生决定筹钱买回夜店 可惜最近几年红星社没赚到大钱 很多资金都分给了一众小地 建老大有难 社团很多干部纷纷拿出家产帮忙 有些元老甚至掏出了棺材本 东拼西凑下终于集齐5000万 不想在这紧要时刻 公司的保险柜忽然被盗 千辛万苦愁到的5000万不翼而非 钱被偷后元老怀疑上了消失几天的阿东 蒋先生表示阿东跟了自己几十年不可能背叛 蒋先生女儿小丽早就怀疑阿东有问题 私下与家前展开调查 最终在机场将阿东抓了回来 没做亏心事为何见到小丽就跑 阿东自制百口莫辩只能坦白 阿东走私失败欠下巨额债款 最终将手伸向了红星社的保险柜 蒋先生至今还不敢相信跟了自己几十年的兄弟 居然会在最重要的时刻背叛自己 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按照帮规阿东得自残一臂 一旁干部武装员知道蒋先生不忍动手 便将配刀丢给阿东让其自己解决 拾起刀刃 阿东的手不断颤抖 胆怯之余居然反手将武装员挟持 却是忽然一声枪响 这一枪打断了阿东与蒋先生几十年的交情 也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事后蒋先生拿追回的五千万从向山手里买下夜店 谁知这个小日本不服气 竟在隔壁又开了一间夜店与红星抢生意 还花大价钱将蒋先生的小姐们买了过去 好在一位妈妈桑很讲道理 说什么也不愿为了金钱被判红性 就算全场的小姐都走光了 我高阿姨这一组人也会死守在这里的 这个高阿姨最终为一起二字付出惨痛代价 只见她下班回家途中被一群神秘人袭击 脸上被泼满硫酸导致毁容 不用想也能猜到幕后黑手定是向山 奈何没有直接证据 蒋先生只能给高阿姨写张支票一座歉意 小丽不懂父亲为何不跟山口组开战 难道是太平日子过久了变得切入不成 一旁干部也跟着小丽一起附和 蒋先生听后脸色一变 蒋先生混了半辈子江湖岂会不知人善被人欺的道理 可惜现在山口组如日中天 他们红星设气黑从白多年哪是这些日本人的对手 何况他跟向山父亲山本交好十几年 也不愿趁对方死了又跟对方儿子开战 其实蒋先生说了这么多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大了 更多讲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如果向山就此打住 他可以当作没事发生 可蒋先生这么想 他抱脾气的女儿就不一定了 未替高阿姨出气 小丽逼迫家前跟他一起来到向山家里 然后潜入房间对其展开偷袭 向山措手不及被割破脸颊 见对方吃了亏小丽两人夺门而逃 可这样一来他们却闯下大火 在江湖上混 暗地里搞偷袭倒无所谓 但明着动手就意味着失了道理 为防止向山以此为借口向红心开战 蒋先生来到医院亲自道歉 谁知这个小日本不知好歹 声称要覆灭红心社在香港江湖称王称霸 作为此地龙头的蒋先生被这话气得够呛 蒋先生的话虽然说得硬气 可也知道自己实力有积蓄 随着股市经济崩盘 红心社家底快要清空 夜店的生意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所谓黑帮火拼斗的就是金钱 如此局面拿什么与山口祖硬碰硬呢 这时蒋先生想起了以前红心社发家的路子 那就是走私 但干这玩意儿的需要能力强的手下 此时帮内干不老的老小的小 没有一人可用 如果阿东还在身边就好了 意识到这位心腹的重要性后 蒋先生来到乡下找到对方 这段日子阿东也想了很多 心中满是对蒋先生和社团的亏欠 两兄弟没啥过不了的丝绸把话说拢 再次走到一起 之后阿东接到了走私单子 蒋先生和他带着红心一众干部来到公海 但在船上蒋先生却见到了象山 一旁阿东渐渐露出阴险笑容 原来所谓的兄弟重拒 不过是又一次的背叛 你出卖我 二十几年兄弟你居然敢出卖我 你枪打上我腿的时候 有没有把我当自己的兄弟啊 为财死 你要为死亡 蒋先生被几十年的兄弟背叛 他的失误导致红心社精英干部几乎全歼 在日本山口组的打压下 香港最强社团面临覆灭危机 事后向山将蒋先生带到楼顶 阿东仿照对方手笔写了一份遗书 称自己是因炒股失败陷入绝望所以自尽 然后心意狠将这位曾经老大推了下去 蒋先生自杀的消息轰动江湖 继承他位置的自然是帮内二把手阿东 葬礼现场 向山带着一群小弟前来吊咽 毛哭耗子的举动引起家前等人不满 可惜红心社日落西山 他们根本没那实力在与山口组抗衡 由于蒋先生死前欠下银行百万债款 他的别墅即将被收回 这时家前接到消息 有一位受伤的小弟想要见他 此人正是走私当天侥幸逃脱的红心小弟 看来阿东背叛社团的事就要败露 不想等到家前走后 前来收别墅的银行职员忽然对小丽与家前的弟弟动起了手 原来这些人都是山口组小弟所办 为的就是将蒋先生的人赶尽杀绝以此彻底接手红心社 家前弟弟见敌人众多 只能拿命替小丽电吼 女人由此躲过一劫 还被蒙在鼓里的她来到阿东家里 江玉西一事告知 阿东假意安抚女人然后借口去到卧室 小丽想起了家前哥 打通电话联系对方 而家前哥已在小弟口中得知蒋先生遇害惊悠 他称一切都是阿东与象山联手做的剧 小丽听后往卧室看了一眼随即冷汗直流 而他们的通话正被阿东偷听 后者走出房间拿刀藏在背后缓缓走向小丽 女人集中生至甲义与家前谈笑以此拖延事件 关键时刻家前终于赶到 两人联手将阿东击倒 小丽让家前让开 自己一刀亲手了结了这位杀父仇人 阿东死后还有象山 杀红眼的小丽与家前 直接开车来到山口组在香港的分基地 在怒火加持下两人战力成倍增长 号称亚洲第一黑帮的山口组根本不够他俩杀的 几分钟过去地下已是失衡便宜 这里把雷哥我看得有点懵 让蒋先生鸡蛋的山口组居然就这点实力 不知道是小日本太弱还是家前两人太强 而身为大佬的象山也定然不是他们对手 几招下去便被割了脑袋